台語又有意思 每天說一句台語有意思 每天一群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碧莎 雖然上班的時候 我都穿黑的到白的 不過我比較喜歡那個非巴鈴娘的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 食豬 食豬和魚誰做食豬 牛馬魚誰做四育食 第一豬 食第四雕 豬第七雕 台語在說食豬有兩種構思方式 一種是它本身是食豬的名字 像紅的 紅的 青的 空的 噴的 這種構思方式 不會在食豬的名字後面加食 那是像紅的 不會說紅食 這種食豬的東西 食豬來做食豬的名字 請像 牛仔食 咖啡食 土食 鳥雞食 都會在後面加一個食 讓人知道是在說食豬 台語的藝術裡面 有賣酒都跟食豬有關係 像 手骨攪到黑青 好吃的紅骨粿 在說人生最懷惡 恐怖的青面 料理的頂頂頂 那是動物 食豬的名字 有食豬的更多 動物像 八零四 五面六杯 青鴨 食豬 有紅鴨 紅鴨 紅鴨 白木鴨 頂頂 食豬說 紅漂亮黑大鴨 一個形容人 對食豬的感受 感覺紅的更漂亮 黑的更大鴨 更高貴 這句食豬有時候 也可以用在 黑鴨人的清茶 好看有氣質 還有一句食豬說 白白鴨 麵跟黑 本來是白鴨 只會讓人 麵做黑的 這條新唱這尊 在網路 很多價錢的消息 讓人一直團 團到尾了 哪像真的一樣 是一種條工 跟人上海 海浪紅 玩王的行為 流 食豬 紅鴨 鴨 紅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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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鴨 白白鴨 紅鴨 紅鴨 六月 我要說一個味道 給大家學看看 紅鴨說 白鴨 紅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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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鴨